哈囉大家好,我是花匠霞 2003年一名被媒體稱為死亡天使的美國男護士 查爾斯、酷仁遭到警方逮捕 經過警方調查,他從1998年起就在工作期間透過藥物知識 像是注射胰島素或是過量的心臟病藥物,殺害了多名病人 他謀殺的人數最少有40人,方案期間甚至長達16年 而後續根據相關人士推測,他真實殺害的人數可能還高達400人 要是這個數據正確的話 酷仁就有可能是當前美國歷史上殺人數最多的殺人犯 而他的故事也在2002年被翻拍成電影《死亡天使》 今天影片就是要跟各位聊聊這起可怕的案件 美國男護士連環毒殺案 故事的主角查爾斯、酷仁出生在1960年的美國紐澤西州 他是家中8個兄弟姐妹中的老妖 在他也是嬰兒的時候,生為卡瑟斯基的父親就在一場意外中去世 而他的母親也在他17歲的時候在一場車禍中身亡 在這樣家庭中長大的酷仁,不只沒有受到哥哥姐姐的照顧 從小他還經常被姐姐和他們的男友來欺負 而他也因此開始出現憂鬱症的症狀 甚至還在9歲那年喝下化學藥劑自殺,最後幸存了下來 成年後的酷仁在18歲載學加入了美國海軍 不過就算他已經離開在家裡了,到了軍中 他也是因為他陰鬱的個性而被同袍霸凌 他多次在執行的時候精神崩潰,竊逐自殺 而被送進海軍的精神病院接受治療 1984年酷仁出院並從海軍退役 從這個時候開始呢,他決定要轉換跑道成為一名護士 他先是花了兩年時間完成護理學業後 就進入了紐澤西的聖巴納巴斯醫藥中心的燒燙科工作 工作期間他認識了他的妻子艾德利安-陶布 兩個人在1987年結婚並生下了兩名女兒 而看似不如正軌的生活卻還是很快變得掉 妻子在結婚不久後,就發現酷仁有虐待動物的行為 他感到害怕也開始排斥跟他相處 而最終這段婚姻還是走向滅亡 兩人也在1993年離婚收場 實際上,在酷仁跟妻子離婚前 他工作任職的單位就開始出現病人意外離世的事故 其中爆出的第一起案件是發生在1988年6月 當時酷仁工作的聖巴納巴斯醫療中心裡面 發生一名艾滋病患者 體內被發現有過量的胰島素而離起死亡 雖然後續院方有從被污染的素衣帶來展開調查 但是卻沒有發現什麼有效的線索 然而後續單位內病人離期死亡的案件卻還是持續的增加 後續的4年期間,醫療中心就累積了高達11名離期死亡的病人 而院方眼見案件數量不斷的增加 到了1992年的時候,他們就計劃要成立一個調查小組 結果酷仁卻在得知這個消息後,就趕在調查開始前就離職了 後續酷仁很快的就跳槽到紐澤西的另一間名叫惡人醫院的單位服務 而詭異的事呢,死神好像是跟著他過來一樣 就在酷仁倒職當年,醫院內居然也發生了三名婦人體內含有過量的心臟病藥物 低高薪的醫療事故 其中兩名婦人不幸去世,而一名幸運活了下來 這名幸存下來的婦人甚至才在事後表示有一名偷偷摸摸的男護士 在他睡覺的時候給他注射了藥劑 但當時,他的家人和醫護人員卻沒有採信他的說法 1993年,酷仁跟妻子離婚後,他原本打算離職放棄護理工作 但由於需要支付妻子散揚費,迫於無奈他又繼續待在護理界 但離婚後,酷仁的精神又更加不穩定了 同年3月,他曾經偷偷跟蹤一名女護士,還在某天半夜偷偷闖進對方家裡 雖然後續他什麼事情都沒有做,但被發現後還是因為非法入侵而被逮捕 事件過後,酷仁的憂鬱症狀又再度加重 雖然他有到當地的精神科醫院進行治療 但由於當時臥人醫院急缺人手 因此雖然知道酷仁當時的病況,但還是讓他繼續在院內工作 同年9月,臥人醫院發生一名91歲癌症患者在院中離世 而由於醫療紀錄指出,酷仁曾經在病人離世的前一天進入他的病房 家屬認為死者並非自然死亡,而向院方提出了抗議 雖然後續院方有安排酷仁跟幾名護士進行測謊 但結果卻是所有人都順利通過測試 1994年,酷仁又再度跳槽到紐澤西的一間醫療中心工作 後續三年期間,單位內又出現了五名離世死亡的病人 1998年11月到1994年4月,他又連續換了兩間醫院的工作 而這段期間,兩間醫院也都各分別出現了一名地高薪過量致死的病人 1994年4月,酷仁到賓州勝路嘉醫院任職 這次的工作他待上了比較長的時間 但在後續的三年裡,他的單位內依然還是有五名病人離世死亡 酷仁在工作的異常行為是一直到2002年的6月才終於開始被注意到 有一名同事某天在垃圾桶裡發現了使用過的藥品 由於這些藥劑並不是常見的娛樂型成癮藥物 他就懷疑酷仁可能透過藥物毒害病人 後續他聯合單位內另外七名同事向當地的檢調單位舉報 但由於後續找不到任何的證據,案件也還是在9個月後因為缺乏證據而被撤銷了 2002年9月,酷仁又再度跳槽到一間名叫薩莫賽特重症醫療中心工作 這個時期開始他會跟當地的女生約會,但由於約會的不順利又再度惡化了他的憂鬱病症 就在同一時間酷仁的工作單位內發生了病人離世死亡案件數量 已經都比他之前待過的醫院案件量都高出了一倍 到了2003年中,短短不到一年期間就已經出現一共13起了 而當中除了使用過量的地高心之外 甚至還有用過量的胰島素和腎上腺素而亡的病人 2003年9月,院方總算是正式向紐澤西警方發出通報 而這也是至今為止第一間由院方主動通報的醫院 後續警方也在接獲通報後正式對醫療中心展開調查 當時薩莫賽特重症醫療中心所使用的是電腦除藥系統 也就是任何的藥物申請都會被系統記錄下來 警方也在調查過程中發現庫仁的藥品申請記錄有多比的異常 像是有提交後馬上取消或是幾分鐘後取消的記錄 但後續面對調查,庫仁解釋當時他只是一般的操作錯誤 而且也否認有拿到藥物 再加上警方也沒有找到庫仁的行凶證據 因此還是放過了他 不過警方也卻是從這時正式盯上了庫仁 調查過後,由於薩莫賽特醫療中心還是對庫仁抱有疑慮 因此院方不久後還是找理由把他辭退了 2003年10月,案件總算是出現了轉折 紐澤西警方聯繫上當時也在薩莫賽特重症醫療中心工作 是庫仁的同事,兩人也有很好交情的女護士 艾米、洛倫 警方隨後就向她說明 懷疑庫仁可能在連續多年的工作期間 用藥毒害多名病人 而艾米在得知消息後感到非常震驚 因為其實當時艾米是患有心機病變的 由於她經濟條件不佳 為了保住員工保險的福利 她選擇向院方隱瞞病情 而庫仁是少數知道她病情的同事 甚至還在工作期間多次幫忙她 不過雖然她當下感到非常震驚 但她很快就回想到在院方的病人追蹤系統中 曾經看到庫仁多次查詢 並非她所屬病人的病例記錄 這異常的行為也很快就讓她答應要配合警方協助調查 2003年11月起 艾米就開始配合警方帶上切丁器與錄音設備 並多次到庫仁家探訪 而且正是因為艾米的配合 警方也總算是在經過數個月的監聽與跟蹤後 錄下了足以逮捕庫仁的證據 2003年12月12日下午 庫仁在紐澤西當地的一間餐廳用餐時 幾台警車包圍了這間餐廳 隨後警方緩緩的朝她接近並將她上號帶走 而整個過程庫仁都是異常冷靜並且毫無抵抗 後續警方很快就安排對庫仁進行偵訊 然而偵訊過程庫仁卻是一句話都不肯說 一直是到隔日 警方安排艾米進入偵訊室跟庫仁對話 在經過幾個小時的安撫與勸導後 庫仁才終於願意開口 兩天後庫仁終於向偵辦的警方坦誠罪行 他承認從1998年起 後續的16年護理生涯期間所待過的8間醫院 在工作時透過幫病人注射遞高薪、胰島素或腎上腺素等藥物 一共謀殺了40名病人 然而庫仁表示他給這些病人注射過量的藥物 其實是想要藉此結束他們因疾病所帶來的痛苦 但實際上這些被庫仁謀殺的病人當中 卻是有不少人的病狀正是在逐漸好轉或是康復的 後續經過警方的調查 由於當年的紐澤西醫療制度 是州立醫院只需要在最嚴重的情況下提報死亡的案例即可 因此多數的案件才會沒有被曝光出來 再加上當年醫護人員嚴重短缺 而雇主也沒有權利調查員工的不良就業記錄 在各種原因的疊加後才會造就庫仁手下的慘案發生 2004年11月庫仁案件的首次庭審開始 毫無意外這次庭審罪證馬上就被確認了 不過當天庫仁還是認為自己做的事情是對的 而大罵法官要求下台 最後還是預警使用膠帶堵住了庫仁的嘴 庭審才能繼續 而由於受害者人數眾多 庫仁案在後續歷史的兩年審判才結束 2006年3月判決結果出爐 他總共被判下了18次的無期徒刑 並被強制要求要到2403年6月才有獲得假釋的資格 自此案件也終於在庫仁入獄服刑後正式劃下了句點 事件過後華爾街日報一名記者針對庫仁案進行後續的追蹤 發現在過去的16年裡 庫仁經手過的病人後續死亡的人數 其實高達了400人 雖然沒有直接證據證明是與庫仁有關 但也可能有極大的嫌疑 但最終事實真相為何恐怕也是無法得知了 以上就是這期影片的內容 如果喜歡請訂閱我的頻道 若是影片資訊有誤也請留言讓我知道 我是愛吃花生的花醬霞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